大家好,我是東京走路橋的鮑勃 東京都人口將近1400萬 面積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 第一賽這樣規模的城市旅行 應該可以玩個五天四夜不會膩 但如果你已經來東京好幾次了 會不會想要在旅途中換個心情看無敵海景 參訪日本國寶城池 大Outlet寫拼 仰望壯麗的瀑布 泡個溫泉 欣賞美麗的紅葉 探索深山中的神社 或吃看看當地美食呢 本集影片Bob就來介紹 從東京出發一兩個多小時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景點 安排個兩天一夜遊絕對值得 那我們看下去吧 東京距離仙台大概350公里 雖然有點距離 但其實搭乘新幹線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達 仙台市本身有100萬人口 也是東北最大的城市 城市左邊衣山傍水 右邊靠海 市區加上周邊 晚個兩天一夜應該會很盡興 那我們來介紹仙台的幾個景點吧 瑞峰殿是於1637年 為供奉仙台藩族 伊達正宗宮 四世兩年後 而建造的一個靈廟 以華麗的桃山日本建築式樣建造 並於1931年被指定為國寶 但原來的瑞峰殿 於1945年被戰火燒毀 現存的靈廟是在1979年所重建 仙台曾於1601年 由伊達正宗所建立 那暗所不是成 而是成績呢 很可惜在多次戰爭中 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仙台空襲中 讓多數的建築不復存在 唉 戰爭真的很可怕 在仙台城基可以看到仙台市的城市景色 建議大家可以傍晚抵達 然後待到晚上看夜景 晚上的城牆 還有伊達正宗的雕像都有打光 很漂亮 仙台觀音的所在地位於仙台市北部 高達100公尺 可以進入觀音巷的內部 內部分層12層 供奉著108吋的佛像 搭乘電梯到頂部之後可以一路往下走 由上方往下看可以直接看到二樓 有居高震的人可能會有點苦手 由於仙台城市規模跟人口都蠻大的 自然逛街的地方也不少 發達的商店街除了藥妝店以外 時尚流行品牌跟國際精品也是少不了 如果逛到車站附近的話 建議路過高145公尺 位於車站旁邊的AER大樓的31樓 看免費夜景 仙台港的三井Outlet 是一個在旅途中有時間可以順道過去逛逛的景點 並不是很大 大概花個一兩個小時就可以逛得很透徹 也可以搭個摩天輪 遠眺到仙台市的風景 提到仙台 最有名的食物應該是牛蛇吧 我們介紹兩家 第一家是在塔貝洛庫上高達3.69分的 東山牛蛇仙台本店 東山從早上11點開店之後 不休息 職業一定要到晚上11點或12點 所以即便是下午才到仙台 也不用擔心店家打烊 這家店的牛蛇是花三天三夜熟成 而且是有職人一片一片的用炭火烤 第二家評價更高 3.77分的滋味泰柱 這家聽說是牛蛇的創始店 特色是現場烤牛蛇給你看 然後再加上絕妙適中的鹽 真的是吃得再多也不膩 六大片的牛蛇定食大概2400日幣 價格還算蠻合理的 Pizzeria Padrino del Show漲這家店 除了在Google上高達4.4分的評價 也是塔貝洛庫的Pizza百名店 甚至被義大利拿玻璃的兩個Pizza協會認可 這家店好吃的秘訣是手做的Pizza餅皮 利用搖烤高溫快速的做出來 所以餅皮的邊邊吃起來脆脆的 然後中間很柔軟 真的好吃 包布覺得來日本當然可以多吃日本料理 但偶爾吃一下當地的異國料理也真的很不錯 先台招式這裡又稱為先台的廚房 在短短100公尺的市場內聚集了70幾家店鋪 我們選擇在市場內的110咖啡用餐 老闆推薦我們直接購買隔壁的麵包店的麵包 店長會加熱給我們吃 當然除了咖啡店以外 教室裡還有賣海鮮丼飯 或是可樂餅可以買著直接現場吃 GOO是先台當地知名的洋食屋 裡面的料理都是利用當地的食材所製作 然後店裡的裝潢也十分的溫馨 包布點起司炸豬排的麵衣炸得非常的酥脆 搭配濃濃的起司跟豬排醬真的好吃 Date Cafe Order位於先台車站內 而且早上7點多就開了 所以很適合當作一個可以快速吃早餐的地方 招牌是茶泡飯 也有咖哩 飯糰等等 那包布就點個暖呼呼的茶泡飯當早餐吧 大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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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島距離先台車站只要坐車約25分鐘 這裡總共有260個島嶼 然後因為島上也有茂密的松樹林 所以稱為松島 那我們來跟大家介紹幾個松島壁丸的景點 瑞岩寺的祥明是松島青龍山瑞岩圓福禪寺 為平安時代所建造 距今約1000多年 本堂為國寶 然後寺內也有很多重要的文化財 五大堂也屬於瑞岩寺的一部分 為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在慶長九年、1604年 由伊達正宗宮所建 走到底可以直接觀賞松島的美景 搭船由松島 可以將松島大大小小有特色的島一次享用 我們這次搭乘的人王丸 一趟大約50分鐘 一次會經過37個景點 若不想乘坐大船人幾人的話 也可以乘坐比較小的船 或直接包船 浮浮島是個縣立公園 是一座生息的300多種花卉、植物及樹木的自然植物園 在浮浮橋盤有日本、台灣有情之橋的牌子 紀念台灣在東日本大力鎮協助修復瘦寸的浮浮橋 看著鮑勃心頭暖洋洋的 島上光一圈大概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雖然有高地落差,但不是很難走 到處可以看到觀景台可以欣賞松島 也提供椅子讓大家休息 松島的海鮮也蠻有名的 若不介意排隊的話 可以到松島Sakana市場排隊吃海鮮丼 順利買一些當地土產 但鮑勃也有時間關係 中餐選擇是松島壽司杏 丼飯本身還不賴 非常超和和味噌湯、暖暖身子 想要吃的話我們推薦雪竹的超大片鮮貝或是雙麒麟 還有松島的名餐牡蠣 我們吃的是Pansy的牡蠣咖哩麵包 厲害吧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可以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多元豐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自由行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偉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自由行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